早上8點43分 天氣方面也帶大家來關心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的實景畫面 是在台北市區 早上的時間是雲亮偏多 而且稍微偏涼 像在台北市區的清晨低溫 是來到了20度左右 那我們從現在雷達回波圖當中 可以看到 目前來看包含像在北台灣 還有在南部地區上空 都有些回波的存在 今天來說 這一道方面會開始快速的南下 所以今天的旅區會從北台灣 開始擴集中台灣再到南台灣 再度提醒大家 外出時間還是要記得帶傘 至於在今天清晨來受的低溫 最冷的出現在新北市的石門 只有17.9度 基隆七度來到18度 桃園 新竹 苗栗空曠地區 清晨低溫則是下探18到19度左右 那今天整天的天氣上面來說 還是比較偏涼一些 那主要就是因為水氣比較多 透過了今天的 叮噹江水預報圖可以看到 早上的時間雨區 主要是集中在中部以北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但是下午晚上時間 雨區就會開始往南逐步的擴散 包含下午晚上時間 尤其像是在中部 南部地區都容易出現一些局部陣雨 甚至容易會有短暫 小尺寸的這種對流發展的發生 那也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一周上面天氣會如何做變化 今天大氣比較不穩定 是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局部地區容易會有一些局部陣雨 或者是雷雨的發生 要順防的是劇烈天氣 但是到了周二就是明天開始封面 逐圈往南移動 那天氣狀況會開始逐步的好轉 各地大都維持多暈時期的天氣 但是要留一日 也溫差都還是比較大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的溫度上面最新變化 北台灣今天受到封面影響 所以那水氣比較多 那今天溫度來到20到25度左右 明天開始封面遠離了 所以白天高溫可以回升 像在周三到周五時間 北台灣高溫可以回升到28到29度左右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像在今天也是一樣 溫度稍微偏低了一些 來到22到30度左右 那容易也會出現一些局部陣雨到局部雷雨 那從明天也就是周二開始到禮拜五 像是在中南部白天高溫 也有機會可以回升到30到31度 明天開始持續受到高壓5兆的影響 天氣狀況會開始一天比一天還要再穩定 但是也提醒那家今天是受到封面影響的關係 所以也幾乎全台都容易出現一些局部陣營的雷雨 外出時間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去